有机会走出6月份的谷底 逐渐恢复获利成长态势 高峰因为受惠于土耳其 还有韩国的订单持续成长 第二季的合并营收达到了5.26亿元 创下新高纪录 随着营收规模大幅成长 反而预估高峰第二季的毛利率 将会回升到20%以上的旺季水准 而且第二季的EPS有机会挑战 4毛钱到5毛钱 感谢收看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台子期貨結算背景狀況之下 焦音指數是一個比較橫盤下幅的波動 高低點差大概50點左右 那我們昨天解到這個盤式格局 我認為說由於找盤的時間點 已經是在Buffer的三點盤 它是一個極短波的 比較震盪空放的一個訊號 量價有一點點三天的短背離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像前面五個交易日的加權指數 會有個急功向上的波段了 我們規劃是說震盪下來 看看尾盤的一個時刻點 或者是再晚一天 大概到禮拜四的時刻點 加權指數才往上拉 所以大盤既然有可能不漲了 一個多頭上升趨勢的軌道 很可能在今天會做一個短波跌破 既然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選擇在這個 齊全的一個部分 在昨天連波段多單 也前世進行一個出清 告訴所有投資朋友說 我認為這邊大概量價跟巴法 都轉成一個短波空方 加權指數既然不會急漲 禮拜三我們先觀察一下 順便去等待一下 從今天晚間開始 波段克先生開始要在 美國的參議院做聽證會 對於後續的QE政策 會不會有一些改變 我們願意多花一兩天的時間 去做一個等待 所以這個盤式格局 我想昨天已經跟大家提醒到了 盤式格局會稍微有一點點震盪了 交易面上面如果我們有等到一個比較低階的機會 我們會稍微忍耐一下 果然今天指數就稍微有一點點震盪 橫盤 尾盤的時間在因為台子結算 可能在一個多方掌控多頭的狀況之下 有一個短波拉高 好 那跟我們昨天規劃的走勢 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明天怎麼看呢 我認為明天也是一樣 還是不要急 首先 在開盤巴法的兩點低盤的架構 今天是兩點低盤 代表說明天還是不需要急 巴法是空方結構的 那今天加權只是收跌一點 那成交量是有一點點微幅放大 到926億元左右是增量的 所以極短波又轉成一個空方量價 所以這盤式格局 明天可能還是有一個向下的震盪 那我認為稍微需要等待一下 這個 而且可能這個尾盤 不一定會像今天一樣就拉抬起來了 不一定會向上拉抬起來了 那如果是想要做多的投資朋友 8月份一個全新的開始 也許你已經錯過了 在7月份 廖老師跟他報告 這一波盤式格局由多頭掌握主動 單單是看著台紙期貨 有一天是230點逆價差 我如果是主力實戶群 我根本不需要看到大盤到底是 往上漲往下跌 我只要去空 台灣50 然後買台紙期貨 做一個230點逆價差的收斂 這個月外資就已經是篤定大賺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盤式格局 逆價差放得太大的過程裡面 投資朋友真的是嚴禁放空啦 這一路向上的過程裡面 價權指數收盤價來到今天是8258點喔 好 投資朋友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盤式格局 導播我們take一下這一塊的位階 好 我們已經跟大家講到說 0.618站上 這裡已經是回升波 它絕對不是反彈波囉 好 那到7月17號 價權指數 假設你把到今天為止 蒸發了120點出圈息的價差 加上120點 好 投資朋友今天 今天價權指數收盤應該是多少點 8378點 好 價權指數看到8439當天 在5月23號收盤價是8376 投資朋友今天的收盤價 如果不考慮除全息 影響營出圈的狀況之下 早就已經收到8378了啦 好 所以這是 價權指數除全息的 錯覺的狀況之下 讓你覺得說 價權指數僅僅是反彈 其實側頭側尾這裡 國際股市道瓊工業指數 Nestate指數 沸騰半導體 都已經創下這個波段以來 波段性高 這裡是一個多頭回升波段 好 所以我想 假設您已經錯過了 這1130點行情的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找到你對的方法 我認為投資的機會所在多有啊 可是即便劉老師這麼開宗明義的 跟大家從這個 6月24號開始跟大家預告 軋空一波到底的行情 我們看到千點左右 向上規模的主身段 我沒有任何一天改變我的看法說 這一波盤四格局就是主身段 好 然後 我 其實這一波加權指數 反彈到這個過程裡面 向上過程裡面喔 我從四年前上投稿節目以來 一開始我們就是 比較偏重齊權方面交易的 好 我相信你對劉老師的印象非常深刻啦 那 十次加權指數波形 九次我都是逆著市場 去幫你去做個規劃 好 結果十次裡面有九點五次波形 最後都按照劉老師的波形走 看到這個加權指數 這一路以來 這麼多的一個空方的一個消息 其實喔 我看到這個分時值比較短背離 如果是 過去我們是非常偏重齊權交易 我也真的很忍不住想要帶你做空啦 可是為什麼不帶你做空 因為我們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越來越重視基本面的分析 這裡全球的基本面就告訴你說 是一個回升的波段嘛 所以 多知朋友你來看一下 從六月二十四號提醒你說 選擇權一口氣可以賺十倍的機會 好 所有財經媒體都說這裡是要全球崩盤的 這是六月二十四號 不論台子期貨 不論金融期貨 台子期貨買到兩筆金融期貨 是進行一個重壓的 那我當初告訴大家說 投資朋友 我不管財經媒體 怎麼樣跟你去做分析喔 那我認為 按照劉老師的獨孤酒見的 所有的分析出來的狀況之下 我所看到的 我自己的九套 獨特的技術分析 就是告訴我應該要做多 好 所以在這段期間裡面 價權指數已經連長16個交易日了 好 我過去16個交易日 幫你把轉折盡量規劃好 即便我今天提醒你說 這盤四個局明後天要短震盪 但是我還是很明白 告訴你說這趨勢是向上多頭喔 好 那過去的每一天的解盤 我也是這樣解啊 是不是 好 可是投資朋友 那 6月25號的時候 台子期貨的收盤價跟 逆價差是57點 好 那由於在6月25號除全息 影響的一個因素 應該要有120點 所以當天我們就已經領先市場 去幫你去觀察到說 欸 期貨透露不正常的跡象 它已經是實質正價差60點 我認為正所說的一些 這個通過之後 全面引爆外資空單空手的行情 在6月25號的那個時刻點喔 總之朋友你印象有沒有很深刻 有很多的分析跟解盤都提醒你說 外資有17000口空單耶 這麼高的避險水位加權指數 搞不好是另外一波千點以上的行情 向下殺盤的行情 好 我看了很多財經媒體的解盤 有的人喊到6000點額 還有更誇張的喊到3955點 好 那廖老師說 我認為正所說平反之後 果然在從6月24號跳高100點之後 這一波盤是可以 嘎空到今天為止 加權指數在盤中 還創下波段的一個新高點 好 6月25號已經提醒你說 低檔放量的承接吃貨盤 這個整個波段是一個 嘎空一波到頂的主稱段 只不過第一波攻到季線的時刻點 由於好像季線有一點點是反壓 假的反壓 因為他還是上揚 所以他先假裝再右空一次 打低下來 好 重新上攻到8064點的樣子 正常下壓又回來7900點 而期貨上到7820點 好 後來又做了一個右肩的形態 一突破之後 嘎空一波到底 同志朋友 我想跟大家報告到的時候 就是說 其實 加權指數整個7月份的行情 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就是8月份的行情 我們要領先市場去做布局 不論是股票 第三季買什麼 你一定要把它挑出來 不論是接下來盤世格局 在期權方面商品要怎麼樣操作 我想你自己回想看看 這24個交換意志以及 投資朋友 這一波唯一會在8400點空對的 就是從7000點就一路喊崩盤的人 那我記得在8400點前後 大概9成以上 一路喊公的分析都已經翻多了 都已經多空雙向了 真的殺下去了說 他們賺到這一筆空單了 其實我會想跟大家報告 這一波從去年12月21日開始的 嘎空主生段到現在為止都還沒結束 既然主生段還沒結束 高點在哪裡你何必要預設立場 重點是接下來8月份的行情要展開了 如果投資朋友你已經錯過前面這些行情的投資朋友 我說不要急 8月份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身隨事事轉心中無多空 我想 今天我還是告訴我會員朋友說這裡不必急 因為價錢指數已經漲了 分時指標也來到高點 如果是我 我要買在這裡我心裡面也覺得壓力大 而且剛好接下來我告訴我會員朋友說 步調先放緩 我認為8月份的行情先放慢 我們等待柏南客聽證會釐清變數之後再擴大佈局 你可以看到昨天就已經提醒你說 這一兩個交易日交易放緩放緩放緩 今天你想要買的股票開始殺下來了 TPK也震盪下來了 成新也震盪下來了 聯發客也震盪下來了 可是震盪下來是讓你去佈局未來向上主身段 有更大價差的一個獲利空間喔 真的拉上去我們不必急不必追 不必追那個高點 可是就像我在7663跟大家報告 投資朋友不是約好要佈局一個 千點軋空向上的主身段嗎 好 那我們也分析到了 看到了 然後也預測到未來是一波千點行情軋空向上主身段 但是為什麼沒有重壓大白買到這一波 六七百點噴出向上的主身段呢 你欠缺的完完全全只是執行力的問題而已 好不好 所以投資朋友如果你已經印象深刻 對於價錢指數過去這一波 從6月24號的行情到今天為止 結果金融期貨還賣太早 只賺了三四十點啦 今天金融期貨還 金融類股指數還創造波爛的新高啊 這是大W底的一個形態 W底型突破之後 就是一個噴出向上的主身段 好 今天金融類股指數已經收盤來到969了 但是970到910一個大W底型 未來如果有一個公高回測的一個過程裡面 投資朋友最小對稱測的幅度是多少 好所以劉老師其實在6月24、25號 我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認為這裡一個牽點向上的主身段呢 我說接下來今年下半年有福茂協議啊 有人民幣的匯兌啊 去年金融類股指數所有的營收獲利創新高 最主要是有一半的獲利來自於海外的獲利 在2000億元的獲利裡面 有700億元到1000億元 是海外的匯兌 海外的放款賺到的錢 好 那今年在人民幣再放寬 今年的獲利絕對還會再向上提升 今年是金融股 權限海外獲利大幅度爆發 因為還有人民幣還有福茂協議 在今年下半年要通過 如果我們看到一個金融類股指數的 控盤股權限相當軋空的一個主身段 這個盤式格局拿什麼跌呢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投資朋友你已經錯過了我們診斷 從頭到尾扎扎實幫他分析出來的這個行情 也許你到今天為止你才驗證了 連金融類股指數投資朋友 一根紅K 兩根紅K 三根紅K 四根紅K 五根紅K 六根紅K 七根紅K 好 上跳三空之後 廖老師說會有短震盪 但是還會再取高 只是因為沒有震盪太明顯 我們連想要低肩買回來都買不到 還賣太早 你不敢相信金融類股指數會噴出吧 可是劉老師怎麼告訴你 好 所以投資朋友 這個盤式格局 我想一個大趨勢一個向上的一個多頭 到現在為止行情都還沒有結束 很可能主身段的行情只過掉二分之一 所以八月份的全新的開始 也許在明後天 我們剛好也等待台積電的法說會 因為今天聯電殺的比較深 聯電到底怎麼樣看 關係到IC設計半導體有沒有行情 下半段回來會幫他做一個分析 好 這個變數我們等到台積電的法說會釐清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季電子產業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旺季 第三季買什麼 我們就可以決定出來了 好 同時呢 我們也等待柏南克先生的一個聽證 到底第三第四季貨幣寬鬆 會寬鬆到什麼樣幅度 什麼時候有可能退場 好 會不會這一次一個會議結論是從850億 縮減到750億700億的規模 大盤這個後續的推升主身段的幅度 就會稍微有一點點變化 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不過我想 黃克先生已經非常明確的告訴大家說 這裡就是一個向上多頭的一個趨勢了 那其實從6月26號 那劉老師就一次跟大家報告到說 投資朋友 貨幣政策寬鬆仍然有其必要 那距離這個失業率現在只降到7.5 距離這個6.5的一個數據 要跟上來那個時間還非常非常久 所以它只是不是超級寬鬆轉成 現在還是很寬鬆 那這裡反而有可能有一波 最後的QE逃命的行情啊 所以身隨事事轉心中無多空 該真的去做空的時刻點 我一定會幫你去掌握後續的行情 我的責任就是想辦法 該幫你規劃避險的時候 我也要幫你做到啊 所以 再補充一點我們就休息一下 來 什麼時候開始說 減850億美元的債券規模 這個一定是後續的重點 不過 目前全球的美國六大投資銀行的策略是說 未來三到十二個月內 它這個資金的部位 看多美國股票但看空公債 因為公債值地率在這個零 逼近零的這個位置點 等於債券價格投資的一個 天花板就在剩下一點點的空間 所以我會建議手上有 你可能買很多類似那種 債券型基金的投資朋友 你現在也不能買太多債券型基金 因為高點就在這個附近了好不好 問題是有850億美元 未來如果850億美元 每個月喔 是每個月的850億美元 他退出公債市場 他沒有買進的標的 他會買什麼股票 他會往哪個方向去做布局 一定是買全球最具有競爭力的龍頭 藍籌股嘛 那投資朋友 所以我會給大家建議 接下來有震盪的低點 你都還是要買股票的好不好 所以8月一個全新的開始 錯過全面整個波段 這個1130點的投資朋友 不是偷點啦 1130我可能測標 還有服務人員打錯了 那都不必召集 接下來這幾個交易日 我認為會一個短波震盪了 那這個震盪是讓大家去切入 後續行情的機會 好不好 上班的話我就把大盤講完了 下班的話我從聯電都出發 我們到底第三季要買什麼樣的股票咧 休息兩分鐘之後 廖老師去幫他解析 都有一份夢想清單 江蕙的夢想清單很簡單 長陽大自然 甜甜山海河湯 竹尾捷運戰前水岸第一排 原力水濟源 我是江蕙 我在水濟源 最及時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名師 都在顧德投顧新版網站 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顧德一投顧 第一手資訊盡在顧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德投顧擁有期貨 股票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是白用心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栓面膜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栓面膜 好 做空的人一定會這樣告訴你啦 可是投資朋友 劉老師會這樣跟大家講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盤軟體 那我把這個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Monitor來 我把除全息的影響因素 把它還原回來 這哪裡有導狀啊 這哪裡有導狀啊 不是回色整理平台嗎 好 你聽懂劉老師的意思嗎 好 而且 技術分析不是唯一 這波盤四個局 有很多投資朋友錯過整個行情 因為 你真的太過於 技術分析 而沒有看到基本面上面 全球今年大部分國家的GDP 在第三第四季都往上走 明年的漲望是比今年好 這裡沒有大規模讓你 因為基本面不支持 沒有一個季度好像是 GDP的年次率掉到變成1 掉到變成負值 所以會領先反映一個下殺嘛 沒有這種背景嘛 頂多是區間大漲大抵 反向波動的一個區間而已嘛 所以 現階段來講 你就是好好的挑一些基本面 比較好的股票 在第三季你就絕對能夠賺到錢 好不好 投資朋友 可是 假設你在7月1號 連電噴出三根漲停板 價差的時刻點 如果你可以在13到13塊5到14塊錢 我們都還一路加碼 一直到7月1號 三根漲停板噴出 由於5浪加KD背離了 才把它全數獲利了結出清一趟 好 我說 好的 各位朋友 這個是劉老師在5月10號演講會的時刻點公開送給大家的股票 我認為就算是1000億元股本股票 它照樣會噴漲零 好 我們是一路加碼到14塊錢 到7月1號才獲利了結出清 好的 各位朋友 還是要進退有距再好的股票 好像宏達電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連電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也要撥一部份的資金來回操作裡進行價差 好不好 那這樣子連電打低下來 你不是還有低點可以把它買回來嗎 同時 不是沒有 我把還原前期之後你就知道它是錯覺的 非常可能是一個破底穿頭 它回色整理平台 可能是一個洗盤又空 那同時也不能全然看技術面 因為有很多主力食股群會做假的線給你看 7663就是跟它空一波到底了 那未來基本面 這個補漲幅度連電會比較好 而連電漲 我們將錢指數挑對一些IC設計股 我認為會噴出大漲5成1倍 那這裡就有一些機會了 我會幫他挑一些股票類似 投資朋友 宏達電我在5月6號時刻點已經告訴你說 那宏達電重返榮 要仍然是漫漫長路 而聯發科遠由於市場預期 這個是5月上旬的時刻點 我在這個5月10號 這個時刻點特別撞文說 你要注意宏達電一個向下翻轉 演講會也跟大家講 但是我們當初買進的小宏達電 這一張股票叫義龍電 噴出大漲5成1倍 不過來到5月10號的時候 既然宏達電會短震盪 我也選擇把它獲利了解一趟了 我們從12月17號 他在45塊錢到44塊錢 我說 我這邊要你不用擔心 宏達電 你這樣套牢 我們買宏達電上游供應鏈股票 你在45到40塊錢布局 他由於股本比較小 12月17號 觸控產業大爆發 這個都是12月份的12點 到1月28號還告訴你說 還要重壓大買 這個宏達電供應鏈三合一股票 這個是在1月29號的時刻點 還是進行了加碼 公開送給大家股票 小宏達電 那三合一的題材 結果從1月30號的時候 噴出漲停 直接跳空漲停鎖死到底 一路從45塊錢漲升到80塊錢 其實你真的是需要跳到一兩檔 類似一龍電這樣的股票 好 那去掌握一波反敗為勝 即便你宏達電套牢在300塊又如何 你想辦法 不能夠所有資金全部壓在 有一些可能7月份 還要打底的股票 要強迫自己撥1 3分之1的資金出來 早接下來主身段會這樣 類似像一龍電前面一撥 主身段就是噴出5成1倍 實際上面是真的大漲1倍啦 那你資金活化的速度跟效果 會比較快 好不好 所以大盤細部走是怎麼買 各個我們要買什麼類股次族群 劉老師的口袋名單都已經準備好了 好 我看盤重點我也準備好了 那是不是讓劉老師來幫他 做第一線的掌握 你要裝回來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不好 好 那因此呢 我們股家齊加權三合一 這個內容 你認同劉老師 你認同投資朋友 我們廣告中的電話 麻煩大家多加利用 好吧 是啦 投資順利 我們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不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你在看我嗎 你在看我嗎 你還在看我嗎 用眼過度了 兒童越早近視 度數增加越快 美國兒科醫學會建議 兩歲以下兒童避免觀看螢幕 大於兩歲兒童 每日不超過一到兩小時 增加戶外活動 親子共同預防近視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關心靈 最及時的股市訊息 最專業的投資分析 最頂尖的股市民師 都在固德投顧新版網站及手機APP 關鍵字搜尋固德一投顧 第一手資訊盡在固德 免費服務熱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擁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是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同時 programmer kidney осс妖精 很久 已經有跨過 千 contemplativ 技 空 風 楽 盡緣 更織排 1izers 2 我說 師傅 資靜 那裡可以玩沙雕 工作 gdzie口自己 Big 所ówHoo 可能 家獨 helps 起 Это cognosc ck 不 gün